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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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來到星學界花車頻道 我是Eve 今天我們會講講 什麼是不必要的額外開支 我就會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留意 到時候不會付出冤枉錢 如果大家有興趣 按下小鈴鐺 便會即時收到通知 很多時候 中介也會推薦一些 開支或費用給家長 當然很多都是一些正常的費用 不過也有一些是一些額外 或者他們可能加了commission的開支 你知不知道 第一樣我會講 就是關於考試費用 很多時候申請學校 當然是有一個申請費用 這個申請費用一般會包括 學校提供一個面試和考試的機會 除非學校堅持一定要去一些指定機構 例如英國文化協會去考試 大部份的考試都可以在一個 代表或是一個consultant office進行 不過如果你經一個中介報一個考試 而他堅持收監考費用 那就要小心 正常來說 如果你透過他們申請 那個監考費用應該都是免費 除非學校是有指定的機構或場地去考試 另一樣就是監護人費用 如果有一個中介很特別推薦 你用一個監護人公司 也要小心 最好就是如果你都相信中介的眼光 可以E-mail或者直接聯絡那間公司 一問究竟他有一個收費的詳情 就可以比較一下究竟中介公司 是有沒有加了他們的自己費用上去 去介紹你去用一些服務 另外一些避開的開支 就是一些英文班 例如說你都覺得小朋友的英文很好 他堅持你要上一些英文補習 或者英文面線班 那你就要想一想究竟這些 是否一定是必須的開支 最後就是簽證費用 現在有一些學校或者大學 會指定一些公司去做簽證 如果他們沒有做指定的話 其實大家都可以自己做 不過是辛苦一點 要申請一些文件 要看得清楚究竟每一條題目 是填什麼答案 不過如果學校是給你們自己做 是無需必要再加錢 去找人幫你做簽證的 究竟中介公司 有沒有給一個很貴的服務 叫你去幫忙做簽證 這個都要留意了 下一集我繼續是分享我的心法 如果大家有問題 歡迎留言 我下次一次再見